世界卫生组织每一年都会根据流感盛行的情况来筛选病毒 而且建议药厂能够生产适当的疫苗 而今年初流行的病毒没有想到在最近几个礼拜就被另外一种病毒所取代了 换句话说就是大家先前施打的流感疫苗对于B型流感的保护力相当有限 天气逐渐转冷流感疫情也跟着升温 才发现先前施打的流感疫苗效力有限 原来是压错宝 因为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每一年对北半球建议更新的病毒株组成 选出三种不活化病毒包括两种A型一种B型 而最近三年B型流感流行的病毒株是Victoria 但是最近几个礼拜被Yamagata取代 疫苗不吻合因此对于B型流感的保护力变差 不过对于A型流感还是有效 一般A型流感的话它的症状比较严重 B型流感比较轻微一些 我们在12月1号开放了公费客流感的使用 到明年3月31号增加两类试用对象 包括高烧持续48小时的类流感患者 以及家人同事同班同学 如果有人是类流感发病者 都可以依规定使用公费流感抗病毒药机 如果您...